我的幸福心愿是给我妈妈买一部按摩椅 好 咱看看我们幸福观察场的老师们 会提供怎样的帮助 小杜特别乐观 而且特别自信 自强 这也是我相信这是你先爱你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你的性格 我也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快人快也很爽快 我们梅尔木眼科呢 愿意帮助你完成你这个愿望 愿意资助两千元 谢谢老师 在天底下实际上没有父母会去恨一个孩子 只会爱一个孩子 爸爸的离世 实际上你的妈妈内心深处 她永远不会去恨你 也不会去责怪你的 你今天想帮妈妈送一个按摩仪 对 我也非常支持 我们辣桥文化也愿意助你你这个愿望 我也资助两千 希望你们以后能多走动走动 就不要说像之前你所说的说 这半年或者一年只会有一次的走动 因为毕竟父母给了咱们生命 咱们需要多为父母考虑考虑 那么我代表呢 红辣椒文化传媒啊 给予你两千元的资助 那我感觉呢 在爸爸的去世这个过程之中呢 你一定要学会放响 包括妈妈 因为那个人的时区 你们都很痛苦 所以妈妈绝对不会有怪怨你 怨恨你这一点 我相信呢 所有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作为杭州陕学教育公司呢 我这边呢 就是听到了你 跟妈妈呢 这边有这样的一些心愿 那么我们呢 有合作伙伴 叫立想您 立即享受安宁睡眠 是按摩枕 我们这边呢 帮助助理你呢 是一千两百八十八的枕头 另外呢 我会作为陕学教育公司呢 会资助两千元的梦想 希望你们呢 能够更加的幸福快乐 因为你是健身教练嘛 又懂一些知识 希望也能向你学习一些经验和方法吧 也用你的人生经历 包括体重的改变呢 去激励很多的肥胖人 走出这个困难 我们长存康达医院 减肥基地 愿意助理你的梦想 出两千元 实现您的秀心 希望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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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节目组 还准备了一份惊喜 我们来打开门看一看 你的按摩椅已经来了 还这么快吗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北京严语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文润 听了杜峰泽女士的经历 就十分的励志和感人 为此我代表北京严语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送给杜峰村母亲一件按摩仪器 希望你们健康快乐 天天都要幸福来敲门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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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就是一条坎坷曲折的路 即使不断跌倒 也一定要努力爬起来 坚持自己的梦想 因为这一秒不放弃 下一秒就会有希望 把平凡的人生造就出 不平凡的成就 要么有请